是在十三號的時候 是發配到了一萬一千劑的AZ疫苗 同時也開始要實施開打了 而早上新竹市是啟動了六處疫苗的施打站 每天可以為六千位的八十歲以上的長輩 來施打疫苗 預計會在兩天內完成這批疫苗的施打作業 而政府在分配疫苗之後 新竹市是立即針對這個長照社福機構 喜攝病患一共是兩千八百人進行施打 而今天早上呢 新竹市政府是啟動六處的疫苗施打站 包含了竹科 東區 北區 香山 慈濟的疫苗施打站 目前呢也已經開始為長輩來接種了 另外呢 針對行動不便的長者 新竹市也規劃免費的疫苗計程車 還有富康巴士 讓長者預約使用 也為臥場的長者提供道府施打的服務